美国人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快餐 第一次打进中国的时候 麦当劳 肯德基 是肯德基先进来的 我印象很深 在前门 那大队一眼望不到头 排着队要吃肯德基去 好吃啊 香啊 为什么 它里头有香料 有配方 你偶尔吃一回确实挺香 你天天吃这东西没任何好处 所以你看美国人都吃成那超级大胖子 忽悠忽悠的胖子 还有一种食品 也非常害人 我想每个人差不多都吃过 这个东西就叫方便面 日本人发明的这种快餐方便面 非常的风靡 所以各种方便面 有的人常年把它当做主食吃 那东西对你身体也不好 你也会吃成非常非常胖 你堆积了脂肪 养育了各种疾病 我们大部分病是吃出来的 你吃的只要多 你就会有疾病 比如血脂高 血脂一高血就愁 血一愁流动就不好 流动不好就堵 一堵你就死了 就这点事 对吧 所以你注意看 你有机会如果到医院去 你看那个化验科那 那个血液 逼了起来 我都知道这人多的岁数 你看我这血抽出来 都黑不拉击的 抽的 你看那小孩的血抽出来 鲜红的 吸的 那血液都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要控制住嘴 尽量的少吃 我那天看到一个科教片 看到一个事 我觉得太有意思 这事有点意思 就是人和鳄鱼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异 他这么说的 他说鳄鱼是所有已知的动物里 吃下去的东西转换成能量是最大的 他有多少吃下去的东西能转化成 这个热能呢 就能量呢 60% 人能吃下去的东西多少能转化成能量呢 3% 鳄鱼是我们的20倍 那么我们人吃下去的这东西 那97%哪去了呢 就是你要是有能力的人 你就转化成脂肪 你要是没能力的人 您就上厕所给排了 你看那特能吃的人 这个又瘦又不长肉 又特能吃的人 那人上厕所厉害 你知道吗 他都到厕所去把这多鱼的排出去了 你看这个鳄鱼呢 它有至少两亿到三亿年的历史 它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了 是我们能看到远古时代 超出恐龙那个年代的动物 你看这动物的样子不怎么好吧 人能力强 人家吃一回 一个月不吃 甚至很长时间不吃 饿不死它 我们人类才有多大历史 三百万年 不足 差不多是鳄鱼的百分之一 我们这么照此吃下去 我们肯定熬不过鳄鱼去 我就想 我就想我们要有鳄鱼的这个能耐 我觉得有点意思 吃一顿 管不着一个月 能管十天 对不对 那我们好了 有意思 我们一个月吃多少饭呢 我们现在三三建九 我们一个月要吃九十顿饭 太麻烦了 我们未来 如果跟鳄鱼能学到这本事 我们就吃三顿 我每月一号是早餐 到十号呢 吃午餐 二十号呢 吃晚餐 这好了 您想请我吃顿饭 那难了 排不上队呀 您想要吃饭 一生浪费多少时间呢 我觉得人生浪费时间最多 第一睡觉第二吃饭 所以我吃饭就特快 吃晚了不高兴 吃着也不香 不管多好吃的 一定是越快越香 有人觉得这样不科学 可是没办法 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慢慢吃就没有胃口 我减肥以后啊 我觉得啊 主要是控制嘴 少吃 我们现在说什么叫 控制嘴 卖开腿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卖开腿 对我不重要 我没时间卖开腿 我出去走十里路 走两小时 我没那时间 所以我一定不多吃 我们过去的人呢 宋朝以前的人就吃两顿 就吃两顿 我们讲过 过去讲的就叫 早上吃一顿 叫朝食 晚上吃一顿叫什么呢 叫补食 就补一顿 再补一顿 也叫西食 晚上再吃一顿 我们到了宋代以后啊 有意思 宋代的经济发达 中国人吃的好啊 那时候宋代人口增值啊 这个 这个 物负民风 所以呢 我们宋人改了毛病 添了毛病 还不是改了毛病 添了毛病 一天吃三顿 所以我们有了早中晚三顿 其实我们自己啊 吃两顿足够了 有个人叫宋玉 写过一个神女妇 他说啊 补息之后啊 神情恍惚 什么意思呢 就我晚饭吃完以后啊 我这脑袋就不转了 就想睡觉了 古人说的恍惚啊 就是困了 我们今天也是啊 只要你一顿吃多了 甭管你中午吃 还是晚上吃 你吃多了一定犯困 血液脂王胃利 有脑袋缺氧 就想睡觉了 你这一睡觉 你那吃的就变成脂肪了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逐渐的就会成为一个胖子 胖子怎么办呢 减肥 减肥 我们现在有各种减肥节目 是吧 我见过那种 超级大胖子减肥 在那个电视上 讲自己减肥的经历 想了各种减肥的方法 最恶心的是什么 说他为了减肥 听人家说 肚子里有回虫就胖不了 就开始吃那回虫卵 我这比划这都恶心 我这么一个不怕恶心的人 那天那电视节目 都把我恶心死了 那大胖子就讲 他怎么吃回虫卵 还有的人切胃 说这胃大 不是胃大 是你脑袋大 是你想法大 那胃没有多大 每个人胃都差不多 还有人呢减肥 携招 吃完饭呢 跑厕所抠嗓子去 抠的恶心给 给吐出去 那你干嘛吃呢 你吐出去多难受啊 是吧 那有的人跟我说 说哎呀你不懂 我这人根本什么都不吃 喝凉水都胖 你们信吗 我一点都不信 喝凉水绝对胖不了 你不信你把这人关于屋里 你把他关上门 就给他凉水喝 几天就瘦了 瘦子你都不认识的 减肥是什么呀 是你自己的事 别人谁说都没用 那我减肥了 我现在你们都看到我瘦了 明显的瘦了 我跟一年前的时候 完全都不一样 我减了啊 我不好意思说 我减了二十斤 但我又反弹了几斤 我现在至少减了十五六斤 我还是瘦了啊 那么减肥 无非就仨事 你能做到 我保你能减下来 第一个事 是决心 你有没有决心减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而且是你发自内心的想减肥 不是做给别人看 也不是别人说心血来潮 你现在想通了 慢慢想 你不想减肥 你别做样子 也别在别人的簇拥下 瞎下一个决心 打一堵都没有用 就是你内心 是不是真的想减肥 决定你这事 能不能成功的 第一步 所以第一是决心 那么你比如 我认识很多演员 你注意演员 他为了 演员都有决心呢 为什么他有决心 他要上屏幕啊 他要上屏幕 要拍电视剧 要拍网络剧 要拍电影 他胖了 没人让他拍啊 饭碗丢了 所以他一定要瘦 对不对 张国立 拍1942的时候 拍完了 关机了 那天碰在一起 一块吃顿饭 他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听着都多少有点心酸 他跟我说呀 他说我今天终于 能好好吃顿饭了 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哎呀 你不知道 说吃一馒头 就上脸上去了 我原来老不理解他这话 我吃一馒头 怎么能上脸上去 我现在减肥 我特别能理解他这句话 你减肥的过程中 你多吃一口 你体重就增加一斤 那非常一点都不客气 我前一段时间就放纵了两三天 我体重增加两公斤 我当时就说 我吃下去也没这么多东西 怎么都涨身上去了呢 就不解这个事 那么国立跟我怎么说呢 他拍1942 非常的苦 早上起来 对了保证能拍戏 吃一鸡蛋 挺多吃两片肉 早餐的肉 再随便点点东西 这就是早餐 午餐呢 午餐他告诉我 要补充点淀粉 只能吃这么大一白薯 小白薯吃一个 然后再喝点汤什么就过去了 晚上拍完这个镜头以后 无论饿成什么样 一黄瓜 一西红柿 二者挑一 你们谁受得了 你说那黄瓜和西红柿 饿着说没什么好吃的 还不能让你都吃了 二者挑一 就这么 每天日复一日 所以这就叫决心 你没有这个决心 你不要去减肥 第二呢是目标 这目标很有意思 我碰见减肥不成功的人啊 都是那目标定的大 你比如我碰见一个人 220斤 上来就跟我说 我要减到180 不行我减到160 就是说他要减下20到30公斤 目标定的特大 减了一年肥 等我看见他说 一年了 我说减得怎么样呢 220斤 减到了230斤 还多减出这10斤 根本不可能减肥 目标定太大 为什么 达不到目标 自个就泄气 一泄气呢 就放弃了 一放弃 这减肥就失败了 我告诉你一个绝招 我怎么减的 我5个月 减10公斤 我目标要定的小 我就定2公斤 我目标就2公斤 你还可以定的低一点 1.5公斤 1公斤都算你定一目标 你就别定半公斤 为什么呢 这半公斤实在不叫数量 你上厕所 拉一泡 就少半公斤 你觉得我好像成功了 这也不成 就一定 定2公斤 比较合适 这2公斤 2公斤呢 理论上讲 比较容易达到 为什么呢 就是你吃 你这个拉和撒 卯足进了一下子 差不多能出去 到不了1公斤也差不多 所以实际上 你只有一公斤多的 一个量 所以它很容易达到 等它达到了 你这个目标的时候呢 下一个目标就出现 又2公斤 我就是这样 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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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凑成了10公斤 所以一定不要把目标 定得大 我们现在的人 尤其年轻人 容易把目标定得大 是吧 我看现在不是号召创业的吗 所有人都创业 都要成功 怎么成功呢 要上市 完了 我告诉你 1万个想上市的人 能上上一个就不错 所以千万不要把目标 定太大 一定要定得脚踏实际地 可以实施的一个目标 这叫小步碎走 达到目标 那么第三个 我们减肥刚才说了 一决心 二小目标 第三个是什么呢 一定要坚持住 坚持比什么都重要 你知道怎么跑下马拉松吗 就叫坚持 它中间有一段时间 平静期 非常难过 然后它一定有反弹 我反弹最厉害的时候 大概反弹了至少两公斤以上 我看着那个秤 心里很难过 就是我觉得我前好几个月的努力 怎么一下就回来了 所以我就反省自己 就是要坚持 说不吃 一定不吃 今天晚上不吃米饭了 就不吃米饭了 吃点菜够了 我在减肥期间 经常晚上到家了以后 其实挺饿的 你说吃一碗面 那肯定很高兴 没吃 做一碗汤 汤里有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啊 第一 搁点紫菜 它有点海腥味 搁点香菜 它有点绿色 赏心悦目 搁点虾皮 它也算有肉了 尽管那虾皮皮那点肉 不算肉 那苍一小了 还算肉呢 所以搁点这个 熬一碗汤 喝下去以后 睡觉去 如果还扛不住 还有一招 半夜起来 饿得不行 心砸光 想想前面的艰苦 然后呢 找一块咸菜 家里准备咸菜 切一块咸菜 割嘴里 咸菜能帮你缓解饥饿感 但它又不给你长重量 所以很舒服 我现在减完肥了以后啊 心里有成就感 别人看了 恭维我 说呀 您瘦了 很精神呢 我其实精神不精神 我自个儿知道 但是我还是喜欢别人恭维我 因为我毕竟减肥成功 我们的人类进化史上 三百万年 我们就没有吃饱过 我们上一代人 上两代人 上三代人 都没有吃饱过 所谓吃饱 是长久的吃饱 想吃什么吃什么 一顿饱了不叫饱 一顿饿了不叫饿 那么吃饱 对人类的进化而言 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所以人吃的过饱 就很容易得疾病 得疾病对我们的一生 都是非常不值得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英国 减肥这个主题啊 找一件文物太难了 因为古人从不减肥 我上哪找一减肥的文物呢 绞尽脑汁 拿这么一东西 这是什么呀 是一杯子 这杯子怎么减肥呢 慢慢看 我们先让你看看 你们见过古彩戏法吗 古彩戏法就是 不停地从里头掏东西 最后掏出一金鱼盆的 然后打一滚一着火 这事就算拉倒了 你们一会等着我打滚着火 看什么 减肥有意思吧 哎呀 我们就是从这样一个大胖杯子中 逐渐的 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清代非常流行的一种套杯 一般的情况下是九个 也有十个的 这是九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画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画山水的 画画鸟的 画灵毛走兽的 画博古图的 还有画春宫的 画春宫的有意思 但是你都看不着 那么这套杯干嘛用的呢 是玩的 显示生活的富足 你说这东西能干嘛用 它不能干嘛用 你不要以为这套杯好烧 这套杯非常的不好烧 为什么呢 陶瓷在烧灶中非常容易变形 这里有一个变形 它就套不好 它要求这个套杯 依次套进去 依次套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杯口是一条平线 所以它每个杯子就要比另外一个杯子矮一点 矮一点 五个了 六个了 七个了 八个了 九个 我刚才说啊 这种套杯呢 看到了吧 这种套杯有九个的 有十个 你怎么知道哪套是九个 哪套是十个呢 我还就真知道 我怎么知道呢 我有一绝招 你们想知道这绝招吗 你们看了一年了 所以我这次教你们一个绝招 让你知道这套杯 这套杯中间不能少 你知道一少啊 马上就不平 你必须咱试试 给你们看看 我们假设里头少一个杯子 如果少一个杯子的话 我们假设把这个杯子拿出去少了 你会看到 立刻 这四个杯子全部下线 看到没有 看到吗 这个杯子就窝在里头了 所以就知道少了一个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这套杯子是九个还是十个呢 绝招我告诉你们 这绝招只有我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 绝招在这 最后一个 中间如果有图案的 就算结束了 没有图案 那肯定丢了一个 现在这第九个杯子 到这快成盘子了 它中间依然有 跟外面相吻合的薄谷图案 那么证明这件东西呢 是最后一件 你们注意看 每件东西的图案都画在外面 看见没有 都在外面 只有最后一件画在里面 如果第九个杯子 也是画在外面 中间没有东西 那肯定把中间那个小的丢了 所以你知道那种东西呢 就是湿了裙了 套杯有时候 在过去的生活中呢 也有人拿它用来喝酒 比如一桌 十个人九个人的 大家一人飞一个 酒量大的拿大杯 酒量小的拿小杯 很公平 我们今天啊 喝酒是个很不公平的事 不管你的酒量大小 大家都拿一样的杯子 干干干 有人三杯以后就放翻了 有人喝上三十杯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杯子啊 如果今天在酒桌上啊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酒量 去选择这个酒杯 我倒是觉得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 我倒是怎么喝 Sang 啊 是我哥哥仍我不分千 detto